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沙利沃斯快速修改片 那這裡呢,我教導各位的是一個比較快速修改的方式 那一般呢,我們會做的是一個深藏填料或除掉的動作 但是呢,有時候我們拿到的檔案呢,它的形狀是比較複雜的 有時候甚至會有這些螺紋孔 那這時候我們要怎麼樣呢,比較可以快速處理它呢 我今天就是教導各位要用這種方式來去解決的 那有時候,我們的檔案是沒有特徵的 那假設我們有特徵,我們有時候會去修改特徵裡面的尺寸 那有時候呢,它這裡呢,特徵裡面它都有一些相對關係 如果這個檔案不是我們繪製的 有可能更改的時候會有一些錯誤 或者是說,有些檔案呢,它就是一個輸入檔 它是經過轉檔過來的 所以它是沒有特徵可以去使用 那這時候我們在修改的時候就會花比較多時間 那今天教導各位呢,是使用直接編輯或是資料轉移裡面的一個指令 那這裡呢,可以快速的處理檔案的修復 那這裡要怎麼做,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來介紹一下快速修改的時候需要什麼指令 那這裡會介紹的是兩個 一個呢,是刪除面,一個呢,是一個移動面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看到這個指令呢 我們從這裡的直接編輯或是下轉移可以看到 那這邊我們怎麼進入呢,我們從工具裡面的制定 打開來之後呢,我們就會在上方列的標籤這裡呢 會有看到直接編輯以及資料轉移 那你在這個地方按下右鍵的顯示標籤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指令列 或者是說,我們從裡面的制定打開之後呢 特徵裡面我們可以看到移動面 然後在曲面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刪除面 這兩個指令往上拉動來新增呢 也可以進入這個指令的 那這裡呢,先來介紹的是刪除面的運用 那刪除面的運用主要呢,是用來填補孔洞的 那這裡如果我們有一些檔案呢 像畫面上示意的這樣子 這裡有一些孔呢,我們可能在修改的時候 需要把它填補起來 那一般比較常見的做法呢,是在這個地方 選擇了基準面,畫出草圖,然後再做生長填料 那基本上呢,至少都要有三個步驟才可以完成它 那這裡呢,我們使用刪除面的話 只需要一個步驟就可以完成它的 那有時候呢,我們可能只是需要去把這個 特徵呢,給它抑制掉 那當你的檔案呢,是一個輸入檔的時候 沒有特徵,那我們就沒有辦法這樣做 那傳統的做法就是要畫草圖 做生長填料的動作 這裡呢,直接示範給大家看 直接進入這個刪除面的指令 進來之後呢,我們直接選擇這個圓柱面 那它的意思呢,我們這裡可以看到 刪除以及修補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地方給它補起來 那我們選完之後,直接按打扣 它就會直接把這個地方 做一個刪除以及修補的動作 像這個樣子,很輕鬆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地方給它填補起來 那這裡呢,有一個盲孔 那這邊就是一個沒有貫穿的孔 那這裡,我們也可以這樣做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我們選取的時候呢 記得我們沒有貫穿的孔 我們必須要選取兩個面 第一個呢,是我們底部的面 第二個是圓柱面 這樣子才能做 那我示範一下,我們只選圓柱面的話 它是沒有辦法去做填補的動作 我們看到它是沒有辦法做的 因為我們要刪除的面呢 這個面也要刪除 所以這兩個都選取起來之後呢 它就能夠把這個孔洞呢 給它填補起來 示範一下給大家看 像這個樣子 那這裡 這裡有一個孔 那這個孔是貫穿孔的 所以我們可以選取之後呢 讓它做一個刪除的動作 直接示範給各位看 非常輕鬆 不需要畫草圖 直接填補起來 那這裡呢 有平面的地方 我們也可以這樣做 像這裡 它有被做一個刪除的動作 那我們選擇這個面 一樣可以把它 做成一個圓弧狀 那也非常輕鬆 我們就不需要再去畫草圖 像這樣 那這裡呢 先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這是非常棒的一個指令 那就讓大家去測試跟感覺一下囉 接下來呢 我要示範的是移動面 那這裡的指令呢 也是非常輕鬆 我們直接進入指令 示範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邊以往我們在做的時候呢 一樣會在這個面上呢 做一個草圖 然後做生長的動作 或除掉的動作 那一樣需要兩到三個步驟 還可以完成它 那我們這裡呢 移動面 直接選取我們想要移動的面 然後你可以在這邊呢 選擇它的方向性 或是直接在這個地方 拉動它的座標軸 拉動完之後 那這邊你可能需要給它一些 你想要的尺寸 那這邊我們可以直接給它 假設是5mini 好 用完之後直接按打勾 它就會把這個地方呢 好移動過來 那就是等於是一個生長的動作 那這裡我再示範一次 假設這個面 我也想要讓它移動 那一樣是這個Z軸的方向 我一樣選取這個方向 你也可以在這邊給它方向性 都可以 給它3mini的移動方向 直接按打勾 好那這邊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剖面 那這裡呢 給各位了解一下 我們在移動的時候呢 我們注意到 這個移動的時候 我們這裡原本的尺寸呢 是會做更改的 好那這邊呢 我們一開始呢 是給它的是這個面 移動過來 那這裡呢 最底部的面是沒有移動的話 那這邊它的距離呢 等於它的孔徑呢 它的深度會變深 然後這邊給大家理解一下 好那這邊我抑制一下 給各位看可能會比較清楚 我們看到這裡是 它原本的一個距離 它原本的距離是多少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深度是4mini 那我們選擇這個面 讓它移動過來 變成這樣 移動完之後呢 就變成7mini 所以等於說 它這裡呢 是被加長的 那這個方式也是蠻輕鬆的 那假設我們把方向性呢 反過來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是這樣反過來的 它其實這裡呢 直接做 可能各位會比較清楚 它的意思呢就是會縮短 就會變短 這邊就剩下一mini 那如果你超過的時候呢 這個孔徑就會不見 假設這樣 我用手動的拉給各位看 假設我移動到這個位置 然後按打勾 這個地方呢 孔徑就消失了 那就是它的原理就是這樣子 那這邊讓大家去理解一下 像這裡我們也可以這麼做 這個地方 假設我選取這個面呢 讓它移動的是5mini 像這樣子 給它5mini的尺寸 那它所做出來呢 就會回到原本的這個尺寸 像這樣子 是一個圓的 一個圓柱形的一個形狀 那這裡 如果它 給它一個1mini呢 它就是把這個地方呢 它的平面往上1mini 等於就是除掉的時候 是沒有除那麼多的 像這個樣子 那這裡如果我們是 使用深藏填料的話 就沒有那麼的靈活 那這裡呢 讓大家去理解一下囉 這裡呢 來示範一下綜合練習 像這裡呢 是一個輸入檔 我們是沒有特徵可以去修改的 那這裡怎麼辦呢 那這邊呢 綜合練習 我們先來示範一下 刪除面 刪除面的意思呢 就是要把孔洞呢 弄掉 那像這種貫磚孔的 我們直接選擇原柱面 就可以把它刪除 跟填補 那像這裡呢 有那個沒有貫穿的 就是盲孔 那盲孔的話呢 我們就要選取 最底部的面 以及這個原柱面呢 按下打勾 它才可以做一個 刪除跟修補的一個動作 像這個樣子 那我們有沒有發現 我們在這裡呢 就是一個快速的修改方式 在處理這些孔洞的時候 是非常快速的 也是沒有畫任何草毒的 所以是很輕鬆的 像這裡如果我們是有用 異形孔精靈所做出來的呢 我們在使用刪除面的時候 做法都一樣 我們一樣要選取這個原柱面 以及最底部的這個 鑽孔的一個尺寸 那選完之後按打勾 它才會消失 不然如果你只是選擇 它這個原柱的話 一樣它是沒有辦法去做的 那這裡先讓大家去練習 這個刪除的地方 那再來我要示範的是移動 那這邊一樣選取完之後呢 選擇坐標的方向 然後給它尺寸 或者是你直接給它 給進你的深度 然後選擇它的方向的位置 像這樣比較輕鬆 就可以把它做出來 那這裡你可以選擇 它的反轉方向 直接按打勾 它就會做出這樣的形狀 是蠻輕鬆的 那這裡呢 我們也可以選取這個面 然後呢 做一個移動的方式 像這樣子 那我就直接 隨便拉動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裡就像先前 剛剛前面所說的 我們在移動的時候呢 它最底部的地方呢 是不會移動的 而後面這裡會變長 所以它的孔徑呢 如果我們在這裡 往這個方向移動的時候 它的孔聲會變長 所以如果你要移動的時候 相對的 它裡面的孔徑呢 也不要讓它變長的話 那你記得 我們在做相對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再選取這個移動面 我們可以選取這個圓柱的最底部 然後呢 讓這個圓柱面呢 也做一個移動的動作 像這個樣子 給它一個5mm 然後按打勾 我們來看 那這樣子它的意思呢 就是這個面呢 一樣做一個平移的動作 那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在 移動面的同時呢 沒有讓這個孔徑給加深 那這裡 我們在做的時候 平面一樣也可以這樣做 也是蠻輕鬆的 像這樣子 我就 隨性的拉動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樣就可以把這個地方做出來 我們就不需要再畫一些草圖跟參考 非常直接 很輕鬆可以把它做的 那這邊我再隨便示範幾個 你不一定要深長 你要剪除也可以 像這樣子 往後剪除也可以 是非常直接 非常快速以及靈活的 那這個就是示範個靈活運用 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這邊讓大家去嘗試一下囉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快速修改篇 那這裡呢 它是屬於一個檔案的修復 以及修改的一個技巧 那這邊呢 是使用的是 刪除面以及移動面 有點像是剁噴體的方式 那這邊如果你不熟悉的人 一般都是使用比較傳統的做法 我們就是把這個面呢 群聚起來 然後畫上草圖 做生長填料或除掉的動作 或者是呢 我們如果是使用沙列握史 所繪製出來的 直接修改它的特徵 那但是我們在這裡呢 會有一些缺點 第一個我們要直接做一個 填補的動作的時候呢 需要花一點時間去做草圖 那有時候可能會出現錯誤 那第二個 我們在修改 特徵的時候 有時候特徵呢 它有相關性的一個連結 你改一個呢 可能牽引法動全身 整個尺寸都跑掉了 那如果這個檔案 又不是你建立的 那你可能是 使用別人的檔案 要去做一個修改 尺寸的動作的時候 這時候就會變得非常麻煩 那很多時候呢 因為 接鎖別人的檔案 有時候你可能 不知道它的特性 一旦修改了 牽引法動全身 整個都跑掉了 那甚至有些人呢 會照著這個檔案呢 重新自己再建立一次 那其實這樣一來一往呢 是花掉非常多時間的 那如果我們已經學會了 這一個快速修改的指令 刪除面移動面 那其實呢 我們就不需要花這些時間去思考說 它有沒有關聯性 以及說沒有特徵 我們還要去畫草圖 直接直接的是 靈活方式 你要生長 剪除 把孔洞填補起來 等等的 前面已經都有示範過的 是非常輕鬆跟快速的 當然你如果說 你做錯了 那在修改的過程也非常快 因為我們沒有畫任何草圖 只是弦弦指令 然後給它一些尺寸而已 是非常方便的 那這邊呢 就給各位去 嘗試這邊參考一下 如果你有運用過 你會發現 這是非常棒的一個方式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掰掰 今天我想來點 古早味的 三色紅骨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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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